宋孔氏带着东西一直走 目的地是林茂峰家 来到林茂峰家 宋孔氏把来意一说 林茂峰很快就拿出册子看了一下 问宋孔氏 你有中意的地方吗 只要是离老宋家远的都行 我们村不是在建学堂吗 那边有快递 你看看怎么样 那我就要那快递了 那行就这快 有一亩一分地 我就算你一亩吧 宅季地比田地便宜些 二两银子就行 不是三两吗 之前是三两 但是后来小陈那丫头 说我们村现在家家户户都好些了 村里以后也会越来越好 只要是买宅季地的人 都按二两算 剩下的他来补 我不要小陈补银子 就三两吧 宋陈已经帮他们很多了 他不想再一直让人帮 林茂峰又笑了笑 小陈还真是我们村的福星啊 带领着我们村赚钱不说 连带着村民们都明理了许多 我也是不赞成他补银子的 为村里他已经做的太多了 其实在你之前也有人买宅基地 也都是拒绝了小陈补银子的 小陈是很好的 之前是我们不懂事 过去的都过去了 现在最要紧的是过好以后的日子 我明白的 多谢李政 宋孔氏说着 就拿出了三两银子 交给林茂峰 我们眼下手上 只有这三两银子 房子可能一时半会儿建不了 这个你收好 房子的事儿你也不要着急 迟早都能建的 你四嫂也把现在住的 小陈他们的那个房子买下来了 大家的日子都会越来越好的 四嫂也是不容易 对了 之前小陈跟我说了一下 作坊好像要扩大 到时候可能还会招人 你要是想去的话 就先报个名 李政 您说的是真的吗 林茂峰点头 我还能骗你不成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有点不敢相信 我能去吗 我觉得你能 这个宋孔氏也不是坏人 之前也就是因为太相信别人 但是那样 他也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宋臣最刚开始招宫的时候 也是他们自己没来报名 那我先报个名 从林茂峰家里出来 宋孔氏感觉太阳都不晒了 心情好得不得了 我先报个名 我先报个名